上期说道 窦太后并没有反对刘彻的更化改制 反而有些好奇 他到底能成多大事 立好了flag 下一步就是怎么实施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建明堂 谁都知道明堂是干什么用的 可是满朝上下 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建 即便是查阅了州里 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这是要被打脸的节奏 那怎么行 在赵婉的建议下 刘彻请来了他和王赃的老师申工 考虑到老爷子年龄太大 还专门派出了自己的鸾架 并允许他走皇帝的专用尺道 这么高的待遇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 老爷子一来 刘彻就赶紧亲自召建 可是这老头不是装聋作哑 就是连打哈欠 刘彻一连串的发问 却只得到了一句话 为证在于少言 惹得刘彻非常生气 一旁的寒烟可是看明白了 我看这位老先生不是没有说 而是不愿说 第二天一早 赵婉王赃就来了 人可是他们推荐的 要是吐不出个一二三来 可没法交代 这老头也是够倔的 两人苦口婆心的劝了半天 总算是开口说话了 说道理谁都可真做起来就难了 脖子再硬能硬得过刀锋吗 他必须既有雄才大略之心 又有务实治国之才 既能审时夺势又能权衡变通 那个玉座上的孩子 他是这样的人吗 看出来了吧 老头并不是不想说 一是觉得现在时机不对 二是认为这样一个孩子 根本成不了事 所以才会跟刘彻说 为正在于少言 这明堂的事还没解决 另一个麻烦又来了 长公主历来就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刘彻让宁城扣押了他的马车和车夫 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 不能对付刘彻 那就拿宁城开刀 宁城跟制度相比 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贪婪 长公主就抓住宁城的贪污受贿 列了一份匿名诉状 这事他肯定不能去说 于是就借由窦太后之手 交给了前来汇报朝廷事务的窦英 窦英本来还纳闷 回头一看 长公主就藏在后面 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但是这事牵扯到窦家 所以他并没有告诉刘彻 是长公主所为 在场的众人听完 也都以为是京城的诸侯在干涉朝政 于是王当就提出 需要加快改制进度 让所有的猎猴回到自己的封地 别在这捣乱 而且必须开放城门 以便随时监督 另外还要以牙还牙 严惩违法的宗室贵器 窦太后不是说要一碗水端平吗 那就公平到底 谁都不能例外 承治完宁城之后 就轮到窦家的皇亲国戚了 这可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 谁都不敢接 怎么办呢 刘彻耍了个阴招 把这事交给了窦英 让窦家人自己来处理 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这下窦英可是为难了 窦彭祖听到自己的儿子被抓 马上就来找窦英理论 恰好给了窦英一个解释的机会 你说我是要做这个丞相呢 还是只做你的大哥 咱窦家好几百口子 你替我垫了 该保谁 人家把把柄抓得实实在在 有字有据 儿子犯科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能不能说下老太太 大哥替你捏把汗 当初为了梁王力确只多说了一句 就被开出了门戟 你可以去拿给老太太看看 看看他老人家能怎么说 第一 我现在可是丞相 人家又把证据抓在手里 你说我怎么办 第二 当年我就是因为在梁王的事情上 让老太太脸上挂不住 所以就被开出了门戟 你们这证据都摆在这 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你说老太太要不要面子 总而言之 窦英就是想说 不是我非得这么办 而是证据确凿 谁都没辙 猎猴听说 刘彻要求他们三天内回到自己的封地 都跑到窦太后面前哭诉 可这一碗水端瓶 是老太太自己说的呀 刘彻也没什么错 而且现在这种敏感时期 回到封地也不见得是坏事 你们照办就是了 就这样 刘彻首战告捷 猎猴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更化改制的阻力也减少了很多 那么问题来了 窦太后对刘彻的心症 就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吗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说